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繼續回到要塞採經台直播環節 來到全日總結時間 大家好 我是謝美繼 身邊嘉賓也是我們的市務總監 國師志國Sir 國Sir 你好 先跟大家跟進今日A股的收市表現 上證方面全面向好 現時這一刻收報在3060點 全日升11點 升幅0.4% 新淨城市升幅最多0.9% 升95點 報10853點 戶芯300指數升9點 報3282點 創業版紙方面都可以升幅 升幅1.7% 也數4285點 戶指方面都三年升 連升三日 又升到三個月的高位收市 似乎3000點都站得挺穩 但唯一看到兩市成交 就稍有回落去到7290億 國Sir 這次A股是否繼續有穩固 現時還未有什麼相關政策推出 如果是等數據出完之後 會否真的有減息降準的出現 對於A股的反應來說 又會否真的很大 市場已經是預算減息或降準 不過以內地的通脹只有2%以下 其實減息條件好像不太成熟 相反來說降準的機會比較高 問題是下條銀龍準備金當然有利 因為流動資金會比較多 不過最終都要看投資者入市的態度 我都看到一點 近期的確市場氣氛有所改善 而且不少投資者對大市後一個階段的看法轉取樂觀 但不是等同他會積極入市 這一層上證指數回到3000樓上 而最高見過3060點 其實是一件技術上轉穩的勢頭 因為現在這一分鐘只要保持勢頭 上證指數有利進一步挑戰 在4月13日高位3097點 給大家看一看影節 其實由去年5178點的回落 整個上證是處於日浪低於日浪之中 因為5178點的回落 這個不是上證圖 這個也不是 我們揉上證圖 電腦有時候的看法都有點差別 一碰一碰就轉了 給我上證圖看看 5178點的下跌 另一個低高位是4184 再下落是3684 這是去年10月23 再下落是4月13日目的3097點 即是上證一定要回到3097點 流上促成技術上的突破 亦同時擺脫了一浪低一浪的形態 當然我不預期上證會馬上出現一個 技術上的大升浪 最低限度現在這分鐘 似乎不容許發展成為一個新的中期升浪 因為市場氣氛不太相配 但只要沽壓不太大 或者只要沒有新一輪的利淡消息困擾 其實市況可以斷定當中 慢慢緩步向上推升 當然不知道 既然找到技術上調整的低位 往後捱回到3000或2900多 我相信有些資金會慢慢入市 短期來說 我覺得整個大市是處於一個 技術上的整固等變之中 只要指數再前一步向上推升 我相信早前比較保守的投資者 所以他們入市的信心會慢慢恢復過來 剩下來當然是看數據、看政策 你要再出現前年去年的大升潮 一時之間不是那麼容易 事實上來說 絕大部份的資金在去年的跌潮當中 都被鎖死了 鎖了就是鎖了 或者一部份的資金已經在下跌當中蒸發去 如果要再醞釀一個升潮出來 一定有些新的資金入市 而新的資金入市 不是只看A股跌不下就會入市 它一定會看基本因素 因為去年的充高 有不少資金是投機炒賣的 不看基本因素 反正都是升了 追了才算 但現在這一刻來說 能夠避過去年的不理性上升 現在這一分鐘入市的資金 當然是理性的 理性的是看幾件事 第一是否先下跌了 第二是政策如何出台 第三經濟的前景 是不是已經走出了不明的勢頭 而企業的盈利 也會不會慢慢慢慢好轉 這幾點很重要 如果行的話 後一個階段的市 即使沒有大幅度上升 都會反復地逐步換步向上走 我自己覺得最壞的時間應該過了 不過要孕育一個新的升浪 現在還未是時候 看到A股方面繼續做好 連帶在香港上市內險 估得繼續發力 看到國指方面 都輕輕跑贏 就是行指方面的表現 看到國企指數 就升了48點 最新報在8904點 至於行指 升了83點 報21308點 似乎受到A股方面的帶動 行指都能夠轉一步向好 但始終接下來 都要看回英國方面 究竟會不會減息 以及銳意有些振興經濟的日本 又會不會帶來好消息 港股方面似乎利好的消息 就好多些 加上技術走勢 連升三日 似乎再向上望的機會 又會不會繼續大 還是在醞釀下調的風險 我想短期就算跌也跌得不多 因為這一層的上升 其實是由資金去主導 而資金去主導 就不是特別看好地區經濟 不是看好企業的盈利 事關於英國脫歐之後 有龐大的資金流出四散 大部份去了美債那邊 停留兩天之後 始終案內不住 要尋求匯報 那一晚有些留了美股 所以造就了美股讀刑施 昨天日中見過18371點 創了歷史新高 收市也創了歷史高位 再說一部份去了貴金屬那邊 但金價的上升比較牽強 因為始終沒有通脹 如果沒有通脹金價 任何炒作都是技術上的走勢 一部份來到亞太區 當然香港亦受惠 但我覺得不是多得很重要 但相對五月六月來說 現在的氣氛已經變好了 大家記得 脫歐那天恆生指數 曾經低見19662點 跌了1372點 但在收市那刻已經回到20259 即是因為這次脫歐而入市的資金 買到最便宜都是19662 不排除有些平均都要2萬點 問題就是 既然2萬點入市 端估不會賺300點、400點 或是千多點就離開 因為散戶賺200點都離開 不賺都可以離開 但基金我想不會這樣做 即是在一個部署上 應該是有利後市作進一步的推升 的確如是 今日日中指數已經升破6月7日高位 21,351點 再向上網是4月28日21,654點 高一點就是今年全年的高位 21,794點 今天成交很重要 今天有點縮疾了 其實美中不足 不過相對早前 五百多億或四百多億 現在算是有點改善 大家不要看千多億、兩千億成交 我想一段時間都看不到 但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不靈的因素已經慢慢淡化了 再說 因為脫歐而來的資金 我不相信會太快回到英國 因為綁的匯價是去到128有少少反彈 但若蘇格蘭又舉行公投要獨立的話 綁隨時又跌回到128甚至乎以下 即是局勢不穩 既然錢走出來 我想它不會這麼快走進去 在環球來說要投資的話 始終不是太多個地方 香港可能相對比較便宜 即是下跌空間有限 所以我覺得 部署上應該有利於進一步推上去 不過當然知道 有不少散戶這一站是沒有入市的 因為五月份見過一萬九千五百九十四 經營未定六月份整個公投脫歐 又下回一萬九千六百十二點 大家先看清楚 再上回兩萬了 錯失了一萬九千多入市 兩萬點就多看 多看是二萬零八 那你怎樣追 追追下已經二萬一 所以即使抽高三百點 回吐沽額不是那麼大 不過當然知道 如果有部份收入上的存貨 有不少是二萬二、二萬三、二萬四 或者更加高的 那些就有牌子見到家鄉了 這一陣子我覺得 大市最壞的客人過了 在資金主導之下 市會換步式慢慢慢慢推上去 直至到挑戰今年全年的高位 不過當然知道 成交金額配不配合呢 這個就很重要了 好 藍銷方面 今天做得最好的是狗倉 升超過百分之二 最新報在48.5毫 至於繼續創新高 除了有港鐵以及順滯 之外 見到就是中石、中海油 883也繼續破頂 最高見到99.6毫 至於最差的南手是尼豐 跌超過百分之四 最新報在3.74毫 好了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先和郭Sir做回申報了 提及過的股市指數相關資產有沒有持有 沒有 行指最終停在21,322點 全日來計升了97點 大市成交有693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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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